相关购票的网站或是在路员的门口都有做标示 在园区内进境远缺路还有车数相关的行为 但是这些都是一些行政的规定 我们都是游行劝导的方式 希望游客能带个快的回忆回去 但是如果它在野催的部分 如果它造成了污染 不管是环境的污染或是空气的污染 我们都会可以以森林法第56条之三 把处理5000台币1000元以上 6万元以下的网环 那在这边补养的民众 千万不要违规以免受罚